《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获得了2001年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最佳外语片等十个项目提名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张子怡 记住了这张坚毅的东方面空 你觉得这个戏完了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我身上有一种爆发力 我就发现原来我有一种力量我是可以用它的 看上去可能是比较随意的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我内心的那种力量 它是在里面顶着你的 但是这种狠就不是说靠你的眼神 是靠你的语言的狠 是一种精神在里面 从今以后认见不认人 这你以前没有这种意识吗 以前没有你想我被吊在半空中 然后李安导演说你要在空中 然后你要有一个就是你知道 你要有那个喊的那个那个声音 还有那个感觉你要做出来 我吊到空中我就我是想喊我的嘴张着 我的动作做着 但是我出不来那个声音 我放不开 那个我就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底下所有的人在那盯着你 我有紧张 那些这样刚才说那些大腕都在底下看着 我怎么怎么喊得出来 我特别不好意思 后来李安说你就必须得这样子 你这是动作性 后来我就变成爱谁谁了 我就来吧就这样子 如果把张子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我的父亲母亲》比喻成入门的话 那么《卧虎苍龙》就是张子怡成长的一个标志 凭借在两部电影中的表演 张子怡获得了亚太地区最佳新人奖 美国影院协会明日之星奖 《洛杉矢影评人协会》最佳女配角奖等诸多奖项 在陆续拍了几部武打电影之后 张子怡迎来了人生当中又一部重要的电影 《2046》 从武侠片到文艺片 危险性降低了 但是演员最重要的一个考验到来了 这就是演技 我看到你在媒体上说过一句话 说是王家卫教会了你的演戏 有过这句话吗 我觉得不能说是王家卫教会我演戏 是跟王家卫合作 我懂得了真正的表演是什么 我要做六个小时的造型 每一天 然后我六小时差不多了 导演他们才来 然后就递进来两张纸 然后写的还是广东话的繁体字 还得有个人过来说 今天导演的意思是什么什么 说大概意思是这样子 你们开玩笑开我头上来 要不是你这么漂亮 怎么耍得了他 要 嘴巴真甜的 我只是实话实说 算我向你赔罪 设计好吧 我不要 我发现真正好的戏出来的 你不是准备好的 是你 就当时的那种情绪 他把你感染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给了他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那个是最 我觉得是最没有表演痕迹的表演 是不是经过这个片子之后 觉得自己 能演戏 会演戏 是个好演员 对 我就发现 我要用我学到的东西 放到我下一步的这个创作当中 所以日后我的所有的表演 我都不希望我去准备什么 就入境了有点 进入一个境界了 我不愿意去那么 就是那么着让自己 好像一个字一个字背清楚了 然后怎么样走地位 怎么样去 搭词 我不喜欢这种 我喜欢特别自然的东西 那个时候会让你 有一个落泪的冲动 或者有一个微笑的冲动 2046这部电影 是被称为张子怡演技上的 一个飞跃 影片供应后 张子怡获得了 第十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 最佳女演员奖 同时 她的成长已引起了 好莱坞著名导演 斯皮尔伯格的关注 她邀请张子怡 在她监制的电影 《异迹回忆录》里 出演主角小百合 由于这部电影 全部为英语对白 并且同期录音 这对当时英语水平 并不高的张子怡来说 又将是一场挑战 你在接这部戏的时候 听说你跟张艺茅导演 沟通过 她当时觉得说 很难用第二种语言 去诠释一个角色 张大演就说 可能是挺难的 用第二种语言 去表达一个人物 你真的完全去塑造一个人物 而这个东西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潜移默化 就存在我脑子里了 但是在面临这样一个选择 重大选择的时候 你还是只能而上了 我跟我的那个导演谈过 跟那个 Ram Marshall 一级回忆录的导演 跟他聊 我说 坦白地告诉你 我不会英文 我才开始在学 然后他 让我很感动 他说 子怡你有多大的能力 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你有什么潜力 你自己不清楚 在荧幕上 你的那个冲击力 我能感受到 你就去努力 学你的英文 其他的你都不用担心 我就 我一下子觉得 我人轻了好多 我跟他开会是在纽约 吃了一顿饭 我就是把我所有会说的英文 我全说了 我所有会的单词 我全会了 我那时候可能也就会上 五十个单词吧 我全用了 我就 我实在就没有办法 我就实际在那里吃 成果比较高 然后我就说 这个饭特别好吃 然后我 但是我很 我很坦白 我跟他讲 我不会英文 我会 我愿意去学 但是我会跟你说 我的困难在那里 《异计回忆录》这部电影拍摄完成 并在海外供应后 张子怡的演技 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 被誉为奥斯卡第一风向标的 第六十三届美国金球奖 2005年12月13日 公布了提名名单 张子怡凭借《异计回忆录》 入围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 但是2006年1月17号 颁奖典礼现场 她与影后桂冠失之交臂 你提名了金球奖 最后在奥斯卡也没有提名 提名之后也没有获奖 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我觉得我一个外国人 用你们的语言 演了一部电影 然后征服了你们的评委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让我 可以数 自己可以数大拇指的了 经过了《异计回忆录》 这部电影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清楚一点 就是说不是说第二种议员 你做不到 你觉得你也能做到 对 你觉得你就此走进好莱坞了吗 我也无所谓 就是即便像在大家说 我在好莱坞 很多人可能更 就是认识我的 我也觉得这对我来说 也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 走进好莱坞不是你的既定计划之内吗 不是 我就是能给我一个好电影拍 能给我一个好角色演 我就会特别高兴 我不管这个是你好莱坞拍的 还是印度拍的 还是马来西亚拍的 我觉得这都无所谓 关键是我能够活在我的那个角色里面 这就是我最 我就能感到我最大的幸福 你没想走到那去吗 没有 以后也不会走过去吗 我觉得北京特好 北京姑娘 对 我觉得就特别想在北京待着 所以一说我马上又走 我又挺不愿意的 开始 从拍摄第一部电影 《我的父亲母亲》到现在 已经八年过去了 这八年中 张子怡获得嘎纳 奥斯卡 美国金球奖等各大奖项的青睐 她自己也逐渐有一个不安适适的大学生 成长为国际影团上最受瞩目的华人女演员之一 很多人都会说你的运气太好了 你不是自己在往前走或者在跑 应该说很多人推着你在往前跑 而且是强人排的队推着你往前跑 我不觉得是这样子 我自己努力付出了多少和我为我这些角色所 下了多少功夫 可能只有我当事人知道 还有就是跟我身边一起工作的人知道 只是看电影的观众可能大家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我能有今天的成绩 我很感谢这么多年 有这么多 就像你说有这么多贵人在旁边帮助我 但是我相信 我自己如果 不努力的话 也不会到今天这个成绩 对自己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哎呀 长远的规划没有 因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真的落听了 有个家 有可以结婚生子 我不知道那个是在什么时候 未来的某一天吧 但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是挺享受 就是拍戏的过程 我还是想拍好电影 我说的就是事业 哦 我自作多情形了吧 事业没有什么计划 反正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拍什么 我真的是走一步 看一步 好谢谢你啊 谢谢 不会不会 谢谢 谢谢